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等你关心的是 全国登革热疫情升温 确诊人数创十年新高 苗栗县也在8月6号传出第一例确诊病例 县府团队如临大敌全面戒备 县阳中东景主持登革热疫情整备会议 希望全县总动员全面清除积水容器 杜绝并没闻 全台登革热疫情升温 高风险区在台南云林 高雄 屏东 苗栗县也在8月6号传出首例本土病例之后 列入次高风险区 县府团队如临大敌严加戒备 县长中东景亲自主持登革热疫情应变准备会议 叮嘱所有局处全面总动员 东元18厢政治工 里长甚至领长 都成为宣传兼兵 巡视社区情况 盘整空污空地 避免并没闻滋生 这个8月底9月初 天气稍微转凉的时候 他的疫情会发得更激烈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我希望我们这个 巡道轻刷的这四个动作 不是光里长去做 这样里长做不来 因为有些里很大很宽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动员到林长 拜托林长也出来协制 甚至我们也拜托社区的志工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登革热是透过蚊子 叮咬过确诊病患后 成为病没闻而叮咬传染他人 面对苗栗县的情况 机管署台中荣总感染科主任 陈伯燕及医师工会医师 也到场呼吁民众注意防范 因为确诊者有四分之一的几率 发展成重症 又以年长者居多 全台目前已经有9例重症 1例死亡 要特别留心 县府也祭出奖励措施 希望民众一旦出现相关症状 立刻就医 有发烧 有感觉是这个登革热的症状 一定不要避讳 要赶快去医院 那我们现在县府也提供了 如果赶快自动主动就医 我们就给1000块的礼券 县府强调预防登革热最好的方法 就是清除滋生源 寻到清刷的环境整顿工作 希望全体县民一起来执行 如果近期有从疫区县市返家后 出现发烧 酸痛 出诊等症状 尽速就医 并告知旅游史